上面我们讲的是三次波西战争 下面我们就要讲提洛同盟和波罗本尼萨战争 波西战争的后期 在如何进一步应对波斯帝国的问题上 埃尔尼亚城邦和斯巴达产生了分歧 斯巴达要求埃尔尼亚各城邦放弃小亚西亚 撤回希腊本土 这一主张遭到埃尔尼亚城邦的激烈反对 这个当然他们这个世世代代生活居住在小亚西亚 你现在说是放弃那个祖祖贝贝居住的那个地方 撤回希腊本土 重新这个开辟这个殖民地 这个当然是很不容易让人接受 那么所以埃尔尼亚城邦激烈反对这个主张 于是他们推举雅典为盟主 在提洛岛上召开了一次会议 组建了一个新的同盟叫提洛图 他的目的是对抗波斯人的入侵和如何瓜分这个战利品 同盟规定 各盟邦要为同盟提供军事力量 特别是海军力量 或者向同盟金库缴纳废物 如果你不愿意提供舰艇 你不愿意提供这个海军人员和华奖水 那么你可以交钱交到这个同盟的一个金库里面 以共这个支撑这个同盟的海军的这个力量 这一点和波罗本尼萨同盟明显不同 当时入盟的城邦除了雅典以外都采取了缴费的形式 这样雅典便掌控了同盟的财务 同时也使雅典自己的海军力量更加强大 这些缴纳的费用最初存放在提洛岛上 后来被转移到了雅典城 这个是引起提洛同盟后来内部发生严重分歧 甚至于分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后面的这个同盟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改进 我们在讲后面讲联邦制诞生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这个同盟的一些规定 那么最初这个同盟的金库 这种对货币的运作方式逐步逐步演变成了最初的银行 这个就是大家把这个钱的凑到一块来 然后由一个这样的话呢 一个人就可以凑一两百块钱去买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 你要十块钱你肯定买不起这个有点类似 那么这种形式呢 就变就成为就演变成了最初的这个银行 那么提洛同盟产生以后 他和波罗班尼萨同盟之间的这个矛盾就逐步逐步升级 一开始这个古希腊里面这个斯巴达和雅典就有矛盾 在制度上的矛盾还有这个利益上的矛盾就有 成立了这个同盟以后呢 这个矛盾也还存在而且逐步逐步上升 公元前460年麦加拉和柯林斯发生了冲突 这是两个城邦发生了冲突 双方都是波罗班尼萨同盟的成员 麦加拉是一个小的城邦 他打不过柯林斯 然后要求盟主斯巴达主持公道 遭到了斯巴达的拒绝 于是麦加拉就决定退出波罗班尼萨同盟 投靠提洛图 这件事引发了两个同盟之间的一场冲突 这一场冲突被称为第一次波罗班尼萨战争 这一次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46年 历史上称其为第一次波罗班尼萨战争 就在第一次波罗班尼萨战争期间 雅典还卷入了埃及抵抗波斯入侵的武装冲突 顺便提一句 波罗班尼萨战争是雅典人的说法 斯巴达人则称这场战争为雅典战争 第一次波罗班尼萨战争结束以后 双方的军事冲突一直断断续续 公元前413年爆发了第二次波罗班尼萨战争 雅典战败被迫接受三世人寡头政体 提洛同盟被解散 雅典战败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了雅典 对苏格拉底的起诉和审判 自公元前460年开始 至公元前404年 就是从第一次波罗班尼萨战争 到第二次波罗班尼萨战争结束为止 前前后后这场战争共进行了将近60年 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被卷入 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上的城邦 也都被卷进来 波斯帝国也多次射入战争中 战争进行的相当残酷 特别是第二次波罗班尼萨战争 被认为直接和这场战争有关 这一场瘟疫让雅典人口损失了近一半 波罗班尼萨战争是古希腊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在古希腊黄金时期随之结束 并且开始走向衰落 波罗班尼萨战争进行残酷道绳成 每一年斯巴达都侵入到雅典本土 把地里面的庄稼毁掉截掠 然后打仗的战争的双方互相杀战俘 这种事情以前很少很少发生 希腊重装步兵的这个作战伤亡人数 这个有历史学家做过统计 胜利的一方伤亡人数是百分之五 这个失败的一方伤亡人数是百分之十五 这个伤亡人数是相当相当低 那么当时打仗的就是说我把这个方阵冲散了 对方就算是失败了 然后大家就各自这个收回这个战死的士兵的尸体 然后立一块牌子 谁谁谁在这打胜也就完了 但是在波罗班尼萨战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烧房子毁装架抢劫 这个战俘杀掉这个进行的非常的残酷 这是波罗班尼萨战争 一个大概的介绍 那么讲到波罗班尼萨战争呢 必须说到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叫修西底德 他大概生活在公元前四百六十年到公元前四百年 他是突然去世 他突然去世的这个理由呢是他在写这个一本书 叫波罗班尼萨战争史的时候是突然停下来 一个这个一个字呢还没写完 就是有一个字 这个希腊文是拼英文字 那个字还没写完就断了就再没写 所以呢推断他是突然去的 他那本书没写完就停了 他是雅典 他曾经是雅典的十位将军之一 参加过波罗班尼萨战争 因为战斗实力而受到法庭审判 并且被放逐了把他驱逐了 在流放期间他写下了巨著波罗班尼萨战争史 详细而且客观的记述了这场战争 他因为他是军人 他参加过这个波罗班尼萨战争 他对波罗班尼萨战争的这个技术 跟其他国家这个对于战争技术完全不一样 他有很多很细节的很专业的技术 这怎么不这个士兵是怎么开打 武器装备是什么样 特别是当时在希腊作战以前的 这个将军都会在阵前 为自己的这个士兵发表一个演讲 大概是古武时期发表一个演讲 他搜集了相当多的这种演讲词 据说是将近一千多 这个讲了很多的这个话 搜集了很多这样的内容 所以你去看波罗班尼萨战争史去和看中国的这个战史 完全不一样 中国战争史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专业性的描述 但是波罗班尼萨有很多很专业的描述 他是一个雅典人 他并没有完全站在雅典一方指责对方 他非常客观的也指出了雅典方面所做的措施和罪行 他也讲两边他都讲 所以说他的这个波罗班尼萨战争史不但详细 而且客观 他的这种详细和客观为以后的西方的历史 给出了一个模板 很多以后的历史学家都按照他创的这个路子 再往下写历史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史记 他创立了那么一个体制以后呢 以后的历史都是按照都模仿史记的那种写法再往下写 修西底德的这个波罗班尼萨战争史也有类似的这种作用 那么他在波罗班尼萨战争史里面呢 他也详细的描述了为什么这一场战争会爆发 那么他认为最重要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雅典的逐步的强大 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 这个英文我就不念了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雅典的强大而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 这一句话应该是一个热门话题 修西底德陷阱的原始出处 修西底德在史学上还有一个贡献 他第一次以国家的经济实力来作为评判国力的标准 他有民主思理想强调道德 正因为他有理想民主理想强调道德 所以他才能够公正的计数双方的这个战争罪行和这个所做做错的地方 这本书对西方史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是历代研究波罗奔尼萨战争史的必读书 这个你要研究波罗奔尼萨战争史必须要去读这本书 我当然是没有读过 我只翻过一下 但是这一段评价是所有对波罗奔尼萨战争史上 你要讲这你必须会讲到这一本书 很多历史学家讲述波罗奔尼萨战争史上 基本上引用的都是他的这个资料 你讲那几个概念 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概念 比如说修西理德宪政 实际上修西理德宪政很时髦的概念 是有争论的 有的人就认为根本不存在 有的人就认为它确实存在 这个是有争论的 但是这个原话 他们认为修西理德陷阱 有的这一批人 大概也是从那一句话上来的 这句话呢 是我从那个卡干教授的演讲稿里面摘出来 卡干教授引的是原文 是英译版的修西理德 不是修西理德 就是那个波罗奔尼萨战争史 里面的一句原话 我们刚才讲了修西理德陷阱 下面我们要讲联邦制的诞生和斯巴达的衰落 波罗奔尼萨战争结束以后 斯巴达独吞战利品的行为 引起其他蒙元国的严重不满 在第二次波罗奔尼萨战争期间 为了获取波斯帝国的援助 斯巴达又承认了波斯帝国对小亚西亚 埃奥尼亚希腊城邦的统治权 前面我们讲波西战争的时候 希腊打败了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承认这个小亚西亚埃奥尼亚各 希腊城邦的独立地位 但是在波罗奔尼萨战争的时候 斯巴达为了要换取波斯帝国的支援和他的援助 又承认了波斯帝国对小亚西亚埃奥尼亚 希腊城邦的统治权 波罗奔尼萨战争结束以后 上述希腊城邦再次起来反抗波斯帝国的统治 这个时期波斯帝国的颓势已经出现了 于是斯巴达就想趁机从波斯帝国手中夺回对小亚西亚的治权 于是出兵小亚西亚征讨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面对军事上的挫败便开始利用波罗奔尼萨同盟内部的矛盾 暗中金元并且怂恿科林斯蒂比斯等城邦反对斯巴达 他们这个时候就暗中向这个给这个科林斯蒂比斯这些城邦给他们一些钱 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就是给他们钱 然后暗中就怂恿他们之间的反叛斯巴达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395年终于爆发了科林斯战争 这一场战争是蒂比斯科林斯和阿尔格斯与斯巴达之间爆发的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战争 后来雅典也站在斯巴达的对立面而参战 我之所以要讲这一次战争 重点我想讲古希腊联邦制度就诞生于这一次战争中 为了结盟对敌科林斯蒂比斯等城邦将同盟组织改进为联邦制 各成员国公民共享同一的公民权 划设专属地区作为联邦政府所在地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消除导致提洛同盟和波罗奔尼萨同盟分裂这种因素 我们前面讲波罗奔尼萨战争的时候讲到过提洛同盟的特点和波罗奔尼萨同盟的特点 提洛同盟结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这个金库移走 那么为了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他们划定的一个专属区 这个专属区是联邦政府所在地不归任何人管辖 这个是一个措施另外一个就是同享同一的公民权 在波罗奔尼萨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独吞战略区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盟主 他的权力别人要大 那么为了要避免 这样的这个事情再出现 于是这几个城邦 在新建这个同盟的时候 就把这一条做了一个新的规定 共享公民权 然后设定专属的联邦政府所在地 这种联邦制度 为后来美利坚合众国所效法 这个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你要美国的这个 成立一个首都 这个华盛顿特区 然后每一个 城就是每一个邦啊 都有共享一个同一的一个公民权 克林斯战役之后 许多希腊城邦都爆发了革命 民主制和寡头制贵族制更替频繁发生 内乱不已战乱不止 公元前371年 蒂比斯和斯巴达之间 又爆发了刘克特拉战役 此时斯巴达公民人数 已经不足以钱 在战役中 蒂比斯采用了一种斜线布阵的战术 击溃了斯巴达方阵 此这一次战役中 斯巴达投入约 兵力约700人 死亡的高达400人 公元前369年 蒂比斯军队攻入斯巴达 没有受到任何的抵抗 这是斯巴达建国以来 首次外敌入侵国土 斯巴达衰落到了这个地方 跟他们人口瑞减是有关系 波罗本尼萨同盟也随着彻底瓦解 这个联邦制的诞生和斯巴达灭亡 我们讲完 我们下面就要讲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 以至于今后 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是打开中文网站 你去看那个讲述苏格拉底之死的时候 人们经常讲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苏格拉底之死 就是因为民主制度 所以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 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这做一个 把历史原来的面目回复一下 讲一下让大家明白一下 苏格拉底是公元前470年到公元前399年 他是雅典公民 参加过波罗本尼萨战争 他在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名人了 但是他没有著作传世 对他的技术 主要来自他的学生 柏拉图和赛诺芬 这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 根据柏拉图和赛诺芬的记载 后世的人们 认为苏格拉底 将哲学探讨的对象 从外部世界 转向了探讨人和社会 这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上的一个转折点 从他之后 开始了对人本身的这个研究 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都是外部世界 世界的构成世界变化的原因 为什么会变化等等 从斯格拉底 这里开始 哲学转向了探讨 开始探讨人本身和人类社会 他认为德行和知识有密切的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学观念 与之对立的是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伦理观念 德行和知识没有关系 内心的纯洁 与一个人知识的多寡无关 苏格拉底的政治理念 根源于他的哲学思想 他反对民主制度 认为国家应该由那些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治理 而不应该由投票选举出来的普通公民治理 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 一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讲 所谓的精英治国大概最初的理念就是从 苏格拉底这来的 这个问题究竟应不应该精英治国 现在一直还在争论 柏拉图和赛诺芬对苏格拉底的描述往往大相禁停 究竟谁的技术更贴近史实呢 这是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我在这主要谈一下雅典的法庭 为什么要重判一位伟大的责任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法庭审判苏格拉底的背景 包括城邦和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雅典要判苏格拉底死刑 当时的希腊人对于城邦的保护神的宗教热情 和对城邦的爱国热情是社会团结的基础 这一点很重要 希腊人对城邦保护神的宗教的热情 就是要热爱这种神灵敬畏这种神灵 还有他们的这个爱国的这个热情 是社会团结的基础 就像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 他要把全民团结起来 他要有一个基础 你像在美国要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的基础是 就是美国的宪法人身而平等 人拥有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拥有武器的权利 就是由宪法规定这些权利 我们的这个团结一致 团结在美国宪法的基础上 在当时雅典成团结一致社会团结的基础 是对保护神的宗教崇拜和对这个城邦的热爱 这是他们社会团结的基础 雅典人认为波罗本尼萨战争的失败是神的惩罚 是因为人们不再敬畏神灵 雅典战败以后被迫接受了三十人的寡头政体 这三十位决策者中有好几位是苏格拉底学生 斯巴达强加给雅典的这种政体 只维持了八个月就被雅典人推翻了 恢复了民主制度 对苏格拉底的起诉和审判 就发生在民主政体恢复以后 当时起诉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两个 第一 苏格拉底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否认国家的神 溃探天上地下的事 说太阳是石 月亮是土 罪名之二 是他把坏的说成好的 教坏了年轻人 他宣扬一种 基于反思的理性的公民生活 而不是基于信仰和信念的公民生活 还有人说 人们憎恨苏格拉底是因为他和三十人寡头 有勾结 在这样的背景下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 此后他有机会逃离 但他认为法律的尊严必须维护 而唯有此才能最终证实他的无辜 于是他选择了服刑 最后引毒秦之而亡 从上面这个描述可以看出 雅典人将人心涣散 军心涣散 不以国家为重信仰崩溃等等 都归咎于苏格拉底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 就当时的近况而言 雅典人那时的想法那种做法 并非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 这个是有当时的 历史的环境和历史条件造成 所以简单的说 把这个苏格拉底判为死刑是归咎于民主制度 是完全不正确 我们 可以知道 苏格拉底被处死之后 雅典人意识到他们错了 遗憾的是数千年来 人们一直不明白他们究竟错在哪 直到美国宪法 才对此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那就是必须与公民以言论自由的权利 上面我们讲的是苏格拉底之死 我做了一些历史的场景的还原 让大家去理解 为什么当时要判苏格拉底死刑 错在什么地方 大概讲一下主要的内容是这两点